好 国内是在4月的时候要涨电价了 针对的自然是用电大户 701度以上到1000度是涨3% 1001度以上是涨10% 不过外界最关注的还是租客了 特别是分租的后房亚房的族群 虽然台电说如果房东装智慧电表的话 就可以不用涨价 但是装智慧电表的费用太高了 房东通常是不会这样选的 而目前租物市场有两种模式 第一个是采均分电价 简单来说这一层有五户 大家用了多少店五户自己来分摊 另一种房东会装分电表 用多少收多少钱 不过这种模式通常采用的是固定式的电费 电费一度多少钱房东说的算 目前台电的天花板是6.99元 大部分房东会设定在5到6元 如果是采这种的话 崔妈妈基金会就提醒了 接下来天花板会改到7.69元 房东设6到7元 有没有超过天花板 就很重要了 而每一度都是6到7元的族群 其实承受的涨幅 可能是高达四成 而不是这边提到的3%或10% 崔妈妈基金会也提醒了 租客除了平常捷电以外 也要注意房东的收费方式 是不是合理的 再来就是政府有没有健全的涨价配套 否则分租套房亚房的人 可能会成为这一波涨电价的最大受载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